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善事善說妙三生 無畏無流正教法 上聖真實魔女子 我今至成先佔禮 疾首賜敬大慈尊 江少總治法王位 不依世間所歸屈 宣說於且失地者 襲聖無著從筆文 而後錯綜地中藥 顯揚聖教慈悲固 文約一周而一小 社事盡益成善巧 無常苦空與無性 憲觀於且不思議 社聖抉擇十一品 大眾請放長 今天就開始我們這一期課程的正式講說 開始前我們還是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前面在基金會課程的一個檢要說明 主要是提到顯揚聖教論保留許多 源自於佛陀直接的教導與實踐的要領 它是綜合瑜伽室院的精華 所以它是一個瑜伽室院的綱要素 但同時它也有一個完整的實踐 刺地與觀置系統 它同時也展現出 菩薩行者對聖教所應修行一理與實踐的核心內容 那當然它是依止於瑜伽室院 但是它也有它一個特殊的次第跟意涵 所以我們特別分兩部分來解釋它 然後主要是分成理趣與文句 那這在過去有沒有人這樣做過呢 其實也有人做一些類似的講說 所以我們現在先不用理趣文句來說明 而是用視經論跟中經論這兩者來介紹 為什麼我們把它分成課堂的兩個部分 我們在第一部分理趣的部分 主要是依照中經論 那平常大家見到這個講說方法是視經論 就是按照論文逐字逐句的去做解釋 但是在印度其實很多主事大德 為了讓我們可以容易了解經典的各個重要的法語與技巧 所以它會特別的去把不限於一經一論的這個重點 匯合起來就是透過中經論方式交代給大家 所以一直都有這兩種視經的技巧 那其實我們這期課程兩種都有 那第一部分是先以中經論為主 那之後呢才會比較細的逐字逐句都解釋 所以這不是一個發明 只是說在課綱的說明上稍微有一點點文具上的變化 但其實它的意涵就是這樣子 對那下面我們稍微附帶這個月章之經的一個小說明 那大家可以看 那我們會回顧一下就是以前一些大德的講說 那比較早近代的應該就是惠民法師在西田靜院 他講過顯揚聖教論 那大家在YouTube上也看到當時候的講說 那是從2001年開始 然後據說講了11年 那這一期廖老師有跟上 所以廖老師的顯揚聖教論 最早是在惠民法師這裡去聽學 那另外也有法相協會的陳彥之博士 他也開了一期課程是叫顯揚聖教論的關心要義 對那他也是一個對於法相弘揚非常 就是有非常投入非常多精神 跟產出非常多成果的一位居士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現在有哪些相關的論文的書籍 主要就是也是用一個比較 算是謙虛跟感恩的心來回顧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我也會參考這幾位大德的著作 或者是他們的觀點 對那像相關的論文的話 其實就有是法曹就是一樣 也一樣就是法曹法師是悉人禁願的 然後有無作菩薩的這個 劍道為無種平等心的相關論文 還有就是林崇安博士有一篇論文是在介紹 這個瑜伽論跟顯揚論的內容加工跟編程 然後陳彥之博士他也是有兩本書是在解讀 顯揚聖教論的 那這部論呢 這本書呢就是以釋經論方式 逐之逐句都進行 所以大家如果對細節很有興趣 可以先參考這兩本書 那另外呢就是在日本人的方面 有一位昭道理教授 他對顯揚聖教論有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他其實有非常多篇的論文 那招道理教授呢 他的這篇顯揚聖教論的科文 這篇論文有被惠民法師參考過 所以惠民法師在照這個顯揚聖教論的科具的時候 其實有參考這篇論文 那另外就是有一位陶志成居士 他有一篇論文是在講 顯揚聖教論的三性思想探討 OK 那這個大概就是近代講說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剛才回顧 還是稍微發現就是 在一般的講科都是以釋經論為主 對 那過去也是有一些釋經論的論點是蠻重要 像大之督論 石柱皮婆沙論 金鑑布論這些 然後在大藏經都是被歸為釋經論 那中經論有哪些 中經論的話就是以 於且勢力論 顯揚聖教論這些論點為主 然後在龍術菩薩系統有所謂中論 中論也是中經論 那還有一部論叫菩提之良論 還蠻重要的就是他在講 這個菩薩的波羅波羅蜜的時間 那這有幾部論其實還蠻值得去研究的 因為其實只有漢傳佛教有這幾部中經論述 像是顯揚聖教論 是無佐菩薩的著作 那其實菩提之良論好像也是沒有藏傳的版本 所以其實也是漢傳佛教一個很值得去研究的一個文獻 那我是有參考過 那另外就是剛提到就是石柱皮婆沙論 他也跟大智多倫一樣都是漢傳佛教特有 所以這兩部書其實都蠻珍貴 值得去研究 所以這是以前的幾部中經論的部分 那為了瞭解一下魔荷指揮的內容 所以我大概有先參考了一下 就是大智多倫跟石柱皮婆沙論 不過這些東西大家就是看有沒有時間去研讀 對 是這樣 好那總之呢 中經論我們可以知道說就是有很多經 重點匯集去思維這個佛陀講的道理跟方法 那要以哪些經典為主呢 其實顯揚聖教論有講 所以在奢侈品的時候顯揚聖教論說 要以兩種 就是兩方式去思維佛陀的話語 那所以我們在講中經論的時候都一定要參考 首先就是一切佛語言式 那一切佛語言式就是實際上佛陀講過的經典 就是經律頓 山障和墨墨 那這其中呢 又以三種經為主 那這三種經是真實經 然後廣義經跟奇記門經 那漢團伯教 近代似乎沒有人特別講這幾部經 但是他有沒有重要性呢 其實是很重要 那我們稍微來對應一下就是這幾部經在講什麼 那其實我有稍微看過,好像學界沒有明確統一的一個講解 所以我自己對讀經論後,我整理出來的經典是這三部 然後會跟這個陳彥之博士,他整理出來的結果會不太一樣 但是我有根據,所以我會就我的根據來講解這些內容 那這邊我們認為就是寫陽聖教論提到這三種經是來自於舍利福尊者所說的三部經 那第一部是真實經,那真實經就是長部的真實經 就是南傳長部的真實經,或者是長阿涵的時上經,這兩部經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其實,據舍論也有引用真實經 所以這一個論證應該是蠻清楚 對,然後目前出版的寫陽聖教論解讀是講,是認為是正義漢經 不過這是出版嘛,所以其實如果陳彥之博士願意接受 就這樣一個論述其實也可以引用進去的 那另外第二部經典是廣義法門經 那廣義法門經是在阿涵經收錄以外的經典 然後是真實三藏翻譯,那它其實是出自於說一切有部的中阿涵經 這部經在南傳就沒有流傳,所以是有部特有經典 那這部經呢,對於蠻清楚很重要,因為在修守成立 完全就依照這部經來做整個犯行的刺例跟講說 對,所以這部經也可以總括就包含這個整個修行的過程 到底跟方法 對,那最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疾經 這個大家全部都沒有意見 就是這部經就是長阿涵經的重疾經跟長部的階級經 那這一部經重要在哪裡?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背景跟歷史 在學界或者是佛教界其實有一些稍微爭議 就是經典在哪裡集結?以什麼為主? 那其實在佛陀時代的時候已經預先集結 所以不是等到佛陀時候才集結 其實佛陀時代在吉利門經這邊就已經說了 要先把一些佛陀的教導的核心觀念 去從一到十的法術集結在一起 那大家對這些法不需要有意義 就是大家要學任何內容判斷是不是佛法 其實就先以這部分為重要的標準來做學習 對,所以這部經就非常重要 那不好意思,就是這邊 這部經講說背景是有一個外道的宗教叫齊納教 但講外道稍微不尊敬,不過就佛道講法是這樣 那當時候齊納教的主師叫尼謙子 那尼謙子他死後之後呢 他的弟子跟團體,修行團體直接分裂成兩個部分 那分裂成兩個部分呢 他們學生就互相的爭吵說哪個道理才是對的 所以就產生了很多狀況 那當時候生團看到這個狀況 就是叫尼謙子去把這些佛法修行內容去整理起來 然後呢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完全按照這裡面的內容 到底跟方法去學習跟修行 所以這部分內容是完全不會有任何學階或是教階的意義的 對,就是這些內容就是應該要被學習的 那可以用來判斷是不是佛法的內容 所以由這些內容最基本的我們看過之後就可以去施責各種佛法 所以最基底就是這些經典 對,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稍微有去整理這個各種法術經典對讀 所以包含了時尚經 到重疾經我大概都把這個阿含經裡面對應的內容去稍微做一些對照 那有些部分其實漢傳沒有要從尼喀亞去找 所以我就把真治部裡面對應的經典做一個對讀 然後整理一個表格 那這是我課前有做的 那就是我覺得是基本功 那我們不用知道那麼多經典 但是我們要知道其實我們現在講背後它基於這些經典 有它的道理跟方法 那這些東西我會再更簡化 就讓大家可以比較簡單學習到這些內容 好,所以稍微小結一下 總之呢,我們在做中經論的時候呢 目的就是為什麼 這邊有引用於一些CD論的解釋 就是莊嚴於金嘛 把精液用這些脈絡跟時間整個貫穿起來 然後讓大家比較好容易學習、吸收跟理解 那這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雖然說我們看到名詞跟法相非常非常多 但是其實可以用幾個重點簡單的表法 就把它整個貫穿起來 那這樣的話等於說你可能學習一兩個概念 就會連接到兩個三個或四個概念 這樣的話就不會覺得都是一大堆名詞或概念 是可以實際運用 然後也可以知道為什麼這樣做 那是中經論我覺得的好處 那實際的話就會比較一個名詞一個名詞的去解釋 所以比較沒有這樣子的用途 所以在中經論裡面我們想做到的是這件事情 好的,那因為我們是有一個論述嘛 那其實有三種常見的論述壞習慣 我覺得是需要避免 那在教界很常見 那第一個是其實我們對於很多事情都有一些想法或看法 但我們還沒有去論證它 直接就把它講成是事實 這個大家可以多去觀察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大家很有信心 但是根據有沒有提出來 就是有沒有這樣習慣 有些人不一定有這樣的習慣 那這個就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其實他有些想法 可能有可能 是有可能 但是他沒有去驗證它 但是他在講的時候 他把它當成是一個已經被驗證過的事實 所以這樣子的話也可能稍微有點誤導 就比方說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去用科學去解釋 所以他會提到量子力學 但是這是一種假設還沒有被驗證 但是所以有時候如果真的把它當成被驗證過事實去講 其實會稍微有點 就是 就是我不方便特別說 但是其實它還是算假設 對是這樣 對那第三個是教界或是過往更常見 就是強調自己論述的話語權 他們不是從這個根據上去證成自己主張 或是從時間上證成自己主張 他是透過話語權的方式 讓你去接受他的論述 所以這個在過去的歷史非常常見 那為了去扳倒人家話語權 就會耗費整個 比方說教團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都在做這些論述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 可以用一個就是有根據的方式做論述 然後避免這三種習慣 那當然有些過去的說法是有他的歷史 那我們也不會去深究 但我們自己是想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講解 那前面有提到就是大家有這樣的講述習慣之後 通常就會有四種解釋的情況 那這四種解釋呢 第一種是對於經典的詞句解釋和原文 然後異理也正確 當然這種是最好的 我們希望做到講 但是也有一種狀況是大家會去依文解義 那有時候他解釋不能說不對喔 他其實符合佛法 但有時候他不符合原文原意 對其實是有這個例子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提一下 那還有一種就是詞句和宜原文 但異理不正確 那舉個例子就是 在這個論點裡有所謂的四家行為 有暖丁忍事 所以有些大德在講說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靜坐整個身心上發起這個暖的現象 來去解說他 但是在阿比達摩論裡的四家行為 指的是寬治 四聖地寬治的四個階段 對所以暖的話其實確實是用火的這個暖相來比喻 但是不是那個氣脈這個暖相 或是身心觸覺的暖相 所以這個就是詞句和宜文文 但異理不是論點裡講的 對所以有這種現象 那第四種就是都不太正確 那大家就要避免 那有些人是會把第四種狀況講成是事實 但有些人也會接受 所以有這種狀況 那我們比較care的是第二種 因為我們的前面的大德有這些狀況 比方說以前漢文的翻譯有稍微加一些意義進去 所以以前人在講 顫摩這個事情就會講懺悔 對所以後面在唐朝的時候就有法師去做一個解說 就是其實他的範文原因是這樣子 對但是在我們看到的一些大德像智德大師 我們也會跟他學習 然後他有時候不會照範文原意 他有時候會依照漢文去意義 去做隱身跟發揮 所以有這種情況 那不能說不對 因為他的說法雖然不是原意 但合於佛法 那也是可以學習會有幫助 只是說後面人其實都還會提一下 就是原意應該是這樣 然後說法 他是這樣隱身是有這樣子的範疇 對 那其實第二種方法會造成爭議 所以智德大師的異星三觀跟對三世紀的解說 在近代就有比較多的討論 那這些討論不在我們課堂範圍內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只是說我們有 我自己有看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我的講說 或者我們的論述裡面就是 會希望以第一、二種為主 那第二種的話是會有一些隱身跟發揮 但是我們在講的時候 可能會標一個記號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我們隱身 或發揮出來內容 做個標記 這樣子 對 那這樣就是有講說方便 那又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可能是為了某些道理跟 或義理的發揮去做些隱身 對 是新的 對 這樣就會 我覺得比較沒有爭議 比較不會讓大家覺得就是 你就是把這些不是原文的東西 講成事實 比較不會有這個狀況 對 所以這是前面我希望讓大家理解 就是希望我們 所以我自己希望可以抓獎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發揮一下這樣的精神 因為在學習論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需要這樣的精神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提 就是用中英語 中英跟語的方式去論述他們主張內容 那中是什麼呢 中就是他們在講事情的主張或觀點 比方說聲音是無常 那他們在講聲音是無常之後呢 他就會講為什麼聲音是無常 他會解釋給你聽 他不會說沒有理由 所以通常就是講聲音無常之後 他就講為什麼是無常 因為是所造作的 像你拍個手 拍個手之後聲音就沒有 所以接下來就舉個具體的示例 讓你知道這事情真的是這樣子 這樣這個道理就被論證成立了 所以在印度的論點裡 會有非常非常多這種論述的方式 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樣 讓我們可以去觀察 比對現實世界的經驗 去比較說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是有非常理性的方式去論證 當然不一定是科學 如果是科學的話 他還要再做更嚴謹的論述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很理性的方式 讓我們去探究這個事實跟真理 然後是可以讓這樣一個結論 運用在現實生活中的 那為了讓我們更了解論點 我們會稍微舉一兩個例子 但不會太多 那也不用仔細看 我只是想讓大家看一下說 論點裡是怎麼樣去描述 首先他可能會跟你講一件事情 比方說你不應該去思維這個我 自我到底是存在的或不存在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說為什麼是這樣 那這是第一種論述 那第二種他可能會說 你不應該去思維這個業果報 那後面可能大家就會直接看到 這些字可能不太懂 所以可能要抓到關鍵字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做個拆解 讓大家比較容易懂這些部分 首先論點會先去講說 這個主張什麼 那大家要能夠自己做拆解 如果可以拆解出來 在讀冤文的時候就會 非常清楚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 會知道真的他的論點是 跟論證四平八穩 所以是這樣 所以首先剛剛第一個例子 就是他會先講說 你不應該去思維我是有或我 那接下來他會明確講說為什麼 那有一種就是何以顧 何以顧就是為什麼是這樣 這是非常口語的 那接下來他就講說 有兩個理由 所以他就說 因為成兩個過失的緣故 所以這顧要特別注意 在講過的時候可能就是 他在講這個支持這個主張的原因 對所以這個論點裡的說法跟邏輯 就是大家可以特別記住 因為 玄奘法師在翻譯的時候 他還是以印度人的文法為主 所以有時候會比較閱讀上這樣 那這邊就是 藉由一些例子讓大家更調解這個部分 就比較能夠知道為什麼論點要這樣說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論述 只是說要先拆解 那第二個例子就是 這個中音域的例子 就是我們可以再做個拆解 那這次例子他是先說 如果有這種對於常法 這個就是有人有這個對於常見的執著 那這沒有這種道理 那接下來他就說為什麼 所以他接下來就提到說 因為什麼什麼緣故 因為什麼什麼緣故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拆解 我們就發現他為了解釋這個道理 他居然花了四個面向去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其實這就是那個 無作菩薩想要讓我們知道的地方 他不用宗教經驗來讓我們去理解這個內容 他會舉具體的示例 比方說他就提到了掩飾 然後他說因為掩飾 但是他的生起是依於這個無常延等期的緣故 這是第一個理由 那第一個理由他提到所緣鏡 他說因為色等所緣鏡 他是次第生起 所以也不應該要長 那另外呢我們世間上可以憲見就是 我們看到外境有種種差別相貌 所以也不應該是單一不片長的存在 那第四個就是 在我們看到這些感官最近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各種不同的感受 或是有煩惱產生 那這些感受跟煩惱都是有差別 有分位上的差別 所以從這幾個具體的示例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是無常的 所以這個就是論點論述 那他會很清楚跟你講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理由是什麼 然後示例 對那有時候示例會稍微略去 但主要就是主張跟原因 會這樣一直跟你講 主要可能會做個總結 對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論點 對於一個這個內容 就是要教學內容的論述 那這些東西學起來之後呢 再看很多書就會容易很多 因為以前我們的思維方式 先講因為然後再講所以會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印度人在論述的時候 他會先跟你講他主張什麼 再跟你講為什麼這樣 對所以可能有些人在初 初讀這些內容的時候就會覺得 比較難跟上 對那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的部分 那如果高東這些話在讀原文的時候 就可以簡化跟簡單很多 好那有了這個主張跟理由之後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示例嘛 那其實就是希望透過現實中可以找到的例子 或是直接的經驗來證明這個道理正確性 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你透過推論的方式去跟人家講解 為什麼講 那有一種是透過文獻經典的方式來跟你講為什麼講 那還有一種就是直接觀察跟認識 那透過直接的觀察跟認識 而得來信心是最強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講的法是描述這個世界 源起的道理現象的規則 那是可以被觀察的 那可以被重複的在律者上面反覆運用 然後達到我們想要結果 所以很明顯我們需要直接觀察示例 然後直接去觀察到它 而不是透過假想觀透過聖結觀 而是透過真實的觀察跟經驗 那有些還觀察不到就用推論 對 所以有這種方式去證成到底正確性跟達成正確認識 那這個是重要 對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不一定知道所有可以被掛到的內容 很多時候我們經驗的範圍是有限 但是這時候我覺得一個比較理性或客觀論書可以講 比方說佛教信仰可能是這樣子 或是說經典文獻中的論述是這樣子 或是說我可能會講說 這邊佛教觀點或思想是這樣 那這樣講也不違背經典 但是至少可以表示出 你對它的理解跟認識在哪個地方 然後也是 不是刻意去把它講的事實 那這樣的論述我覺得是符合時機 也可以讓自己更了解這些內容 那之後就是要實踐 有些地方我們觀察不到 但是有些地方可以透過實踐去證實 那這個就是論點的目的 那論點基本上是阿皮達摩論 那阿皮達摩是什麼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教導去建立起 責法的智慧 所以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有這個文字的論述 是教的部分 還有就是實踐的部分 就是透過學習到這些 這個經典論文之後 我們要實際上去建立起 所謂的責法覺知 那摩法覺知的範圍就是 如此之道哪些法是善不善 有罪無罪 應該修不應該修 然後緣起法的種種道理 這是可以透過這些 思維這些論點之後 可以去做這樣實際現象的觀察 去覺得去判斷而生起來 然後這些運作起來之後 有當有智慧之後 會有相應的善性所法 統先運作起來 所以據實論說 就是盡會衰行民對法 就是不是只有會有 其實還有相應的正念 然後相對助辦心理所通線生起來 這個是正確操作 論點去施責的時候 會出現的現象 對 然後會達成它對你的目的 目的就是靜 靜就是說 去除它是煩惱大 無漏的狀態 所以這是論點的目的 那根據我們體會程度 就是有所謂的世俗阿皮大漠 跟聖意阿皮大漠 是有這樣兩種差別 所以在講阿皮大漠 有分叫的部分 跟行的部分 行的部分 就是要在我們自向去 升起這個折法抉擇 然後把整個散法運作起來 就是靜慧隨行的對法 對 那為了讓大家更得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用一些象徵或標法 因為這個東西太重要 如果不得了這一點 可能是在學名詞標籤 不是在學一個可以運作的 或是可以使用的觀念或方法 所以我們引用這個法輪的這個象徵 法輪的話可能大家還沒有細教 基本上大家覺得是八正道 但其實這裡面很有學問 就是轉法輪是什麼 或說初轉法輪是講四地方 所以大家都說是八正道 但為什麼是用法輪來講 其實這個有一個大家需要知道的地方 不過我們先提一下就是馬明弗他怎麼提 就是這個法輪跟剛剛提到的是非常相應 前面提到有靜慧 既然這慧聲起來的話他做什麼 他把所有法都聚集起來 就有所謂助辦 所以這其實就是 同樣就是以法為論 這邊馬明弗他怎麼講 他說一個真實法輪 他以正念作為中心 然後呢 剛才這個外圈的部分就是智慧 然後中間這個一條一條的 不好意思我稍微會晃 一條一條就是戒或是相對應的這個定啊這些法 然後透過念跟會把整 聚集在一起 所以這個法輪的整個相貌 那可能還有一些善心所向常愧 他還提進去 雖然不在八正道理 但其實會生起來 所以他還提到常愧 那這個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現代常講的系統 那系統是 我講一下 其實系統是由一群這個 個別關聯的個體組成 然後呢 這個個體呢 是遵循某種規律 然後會共同完成一個任務 對 所以他會共同去完成 不能單獨完成的一個任務 那可能也分成自然系統跟人為系統 那真的是其實非常相近 為什麼這樣講 首先就是 服務法長講 車子或輪子 那車子跟輪子是不是 由各個資分所組成 但它是不是有世俗上的作用產生 是明確是有 雖然是無我 可是它可以導出規則 運作規則 然後可以有作用達成一個目的 對 所以確實是這樣子 那我們還是稍微對照原點 原點如果是以轉法輪精的 又破提射裡面 天心菩薩是這樣講的 他說這樣的一個系統 是以法所組成 所以是叫法輪 那如果以世間的話 就是說木頭做的那個車輪 就叫木輪這樣子 那這個法是善的星星所法 這樣子所組成的 那另外呢 他有特別提到就是 其實不是只有八正道是輪 其實善心菩提分法都可以是輪 對是這樣子 那這些法在運作的時候 它是以念為的中心 所以四念柱 那四念柱的話 有所謂的香雜念柱 就是在念跟會生起來的時候 他把所有善心所法 整個運轉起來 所以他就是有整個善 就是它等於是一個善法聚集 所以叫善聚 所以在扎寒經非常明確的去講說 就是四念柱就是善法聚集 然後他也很明確去講說 八正道是善法聚集 就是他們正確運作起來的時候會出現現象 然後他會有一個目的跟作用 這就是為什麼要講這東西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脈絡跟次第 然後正確去宣講 然後讓大家去學習之後 可以有個作用 才能正確的作用 那其中的作用是破壞煩擾 來 那我們再用個譬喻 這個是實際經典的譬喻 這個譬喻是說 這個大車 像修學四念柱之後 就像是開大車經過道路一樣 這個道路就是鎖原鏡 鎖原鏡上可能會出現一些石頭或土堆 這時候如果是煩惱的話 這個輪如果有力量 他可以直接把這個土整個壓平 整個碾過去 整個破壞掉 所以這個扎原鏡是提到 有一個十字路口 在修學四念柱的時候 就像是開一個大車過去 如果煩惱的時候 直接把整個壓平過去 就破壞掉它 是這樣運作 那另外呢 其實十輪鏡也是這樣講 就是大聖的十輪鏡 但十輪鏡的意義會更廣一點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 照完整介紹的十輪鏡整個脈絡 那十輪鏡也講說 就像是一個大車它有四輪 它走在路上的時候 這些草木跟金枝葉 整個都被它擰過去 整個都被它破壞掉 所以這個就是正確 運轉這個系統的時候 會出現現象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達到 這樣散法的運轉跟輪回 但很多時候不行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處在 散法的這個輪轉跟習慣裡 我們是處在二法的輪轉跟習慣裡 所以其實有所謂散倫跟二倫 那我們是引用本釋經 那本釋經就提到就是 這些不散法升級的時候 是由易所推動 那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透過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 就會有散法輪轉跟不散法的輪轉 如果是如理作意在推動的時候 這些散法可以順利運作前行 去把這些土堆輾過去 但是如果是不散法的時候 其實因為不理作意跟思念嘛 所以整個神經就處在一個不散法的循環 習慣跟系統裡 那跟著就有所謂的苦產生 所以是有這兩種狀況 首先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整個作意是原心而起 種種的散不散法 所以有了散的循環 但是當我們思念的時候 有不如理作意 會轉向惡輪這邊 惡不散 惡不散法這邊 所以是有這樣的現象 那為了要避免 就是有所謂的不散法的現象 其實還是需要有一定的成果 就是系統預轉到後面要有成果 這個成果以轉法輪經 優迫提示來講是 它有用取舍的譬喻 舍是舍有違法 取是取涅盤 那這個就對應到餘切形派 一個非常重要的修行概念 叫做轉一 那為甚麼這樣講 轉一有兩個面向 一個叫做轉舍 這個是大家常見 就是要離開貪政師 但是它有一個很積極的面向 叫做轉得 所以當你放下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是甚麼都沒有 你是為了得到或獲得更多 善法功德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身體會更有堪能性 所以這個輪運轉 正確運轉的時候 會在身體上成就的轉移 讓我們達到定跟無漏法的狀態 是肯定的 所以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個過程 因為接下來就是實踐 那實踐的話就有種種批育 都是原真實的神經現象產生 那它有一個次第需要對之的目標 那首先就是去去除這個六種不善巡絲 首先是三種遇會害的巡絲 跟細微的這個清理巡、國土巡跟不死巡絲 那這次渣染性也批育 那這過程就像是一個炎電金屬的人 他慢慢去把這個原石礦石裡面的沙粒整個掏掉 慢慢去把金礦提電出來 那最後呢 等到原石提電出來之後就產生轉移 不過這裡我們稍微提一下 就兩種 若依顯揚聲狀的來講 他有提到就是原這個禪定的話 就是禮儀禦證上教法之後 得到禪定之後 他是可能會有轉移 所以他這邊有提到 但是他還是退還法 就是你之後還是會 就是你如果離開禪定你還是會煩惱 所以這種應該是可以稱為有肉轉移 對 那其實法人如果是聖意的話 他應該是能夠得到無肉上的轉移 就是原無分別之 跟相應的心情及心所法 這個輪轉起來 才可以破壞掉整個煩惱跟睡眠 所以有這兩種差別 一個是有肉轉移 一個是無肉轉移 對那為了成就轉移 這個教法上必須要靈活 就不可能只是試經論的解釋 一定需要善巧的運用 所以如果聽完一個經論 逐字逐句的解釋之後 還有一個功課 就是我們要知道什麼時候 要用什麼方式才可以得到必要的結果 所以在張眼睛有提 就是我們剛剛是提煉金 那煉金的時候其實要注意一下狀況 如果一直都吹風 把那個風吹到那個煙鐵爐裡面 火會非常非常大 但這個溫度過高 那可能就不好情況 那如果溫度太高的話 其實就可以灑水去冷卻 但如果你是灑的話 有時候溫度又不夠 但如果我們一直都什麼都不做 那完全沒有溫度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成果 所以其實需要看情況做不同的調整 去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首先是要有折法 但是在運用的時候其實需要調整一下 所以有所謂的直舉捨 是這個系統整個思念在運作起來的時候 需要觀察到時間 要到時機之後才可以慢慢的成就 這個定向或者是無漏的智慧 所以有講三項 那三項是指向、舉向跟舍向 那當我們心已經沉默下列的時候 其實要修舉向 那如果產生的吊斷的話修指向 那如果已經平等無功任意轉 就是放捨 就是讓它直接這樣繼續下去就好 對 所以這是需要隨著時間去思維 就是看時機去採用 如果我們只學一個方法 比方說我們只學指 那可能心就沉默發不起光輝 那如果一直去思維 就是做折法的話心裡會高舉 那可能也會太過調動 所以不能夠只有一個方法 不能說我只學阿比達摩論 然後不學這個指的方法 所以都是需要學 然後適當運用才會有一些成果 所以我們就用七絕詞來看這個過程 那七絕詞其實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那我要提這些其實都是基礎 對其實編 雖然聽起來很基本 其實我們有在第一堂課提到 摩河菠蘿蜜蜜精的絕裔三胞 那它的絕就是七絕詞的絕 所以七絕詞是這些方法的基礎 所以不要覺得是三十七道品的內容就不重要 其實它是我們在做指冠運作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道理跟方法 那實際上我們在運作思念柱的時候 我們是以正念柱開始 那正念之後 就是有所謂責法決之 就是會去分辨什麼是散法不散法 這樣的話我們才可以適當把心放在 離這個談生吃跟無談無稱相對的狀況 之後呢保持這個狀況一些時間 這個就是持續的精進 精進就是有無談無稱跟無吃三個善根 喝起來才能夠讓我們自己心裡出來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努力 那之後呢當我們觀察到心裡已經 可以離開一些而不散法之後 去觀察到現象 這個觀察之後心裡容易生其喜 就自然然的喜悅 那生其喜悅之後呢 慢慢就會有能力 因為這時候已經是 愈來愈相應於這個離談生吃的狀況 所以慢慢會有清安 那有了清安之後呢 原則清安就會見次成就禪定 所以它是有這樣一個次第產生 就是從四念柱開始 就是四念柱開始可以成就責法的 就是我們論裡面強調的就是 這個什麼法是善什麼不善 這個元氣怎麼來的 它怎麼生氣怎麼樣滅去 然後再持續在這個狀態下 讓心擺在這樣道路上 這樣運轉就會成就禪定 那在這過程中 還是需要適當調整 就比方說 吊舉心產生了 那它已經產生之後心會亂嘛 所以其實要修止 讓心內住射心 這就是對應到了七覺知的這個 清安覺知 定覺知跟舍覺知 那再來就是可能有個狀況 就是心我們剛剛提到 這是比較簡單 就是太沉默太威劣了 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去思維東西 所以其實要讓心告舉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應該去修責法覺知 喜覺知跟精靜覺知這些部分 讓心可以比較有覺知一點 可以不要沉默在睡眠 這個暗像裡 所以這個輪是要轉嘛 輪就是要適當御用去 根據時機去做運轉 不是說這個法就是 只是標籤這樣 就是死的 不是這樣 要運轉 才會有對應結果 那當我們適當做出努力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放手 這個時候就保持正念跟舍 持續的這樣子讓輪子轉下去 去得到成就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概念 就是 其實法相是會這樣用的 那我們再做一個比較重要的補充 因為剛剛提到的時機嘛 如果是根據馬明菩薩 他提到的三四個重要部分 不只只有觀察時機 還要擅長知道 就是知道什麼方法 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知道這些方法 用在什麼地方 所以他在座產三昧經理 有提到就是 在休學止觀禪定的時候 要觀察實際 接下來要選用正確的方式 然後呢 要施力在正確的地方 再來就是你要挑正確的所遠鏡 你要觀察 然後你不能夠太過精進 你要看你現在是不是適當努力 不要一下做太大的東西之後 你就整個都 整體力都耗光之類 你就沒辦法持續這樣修學 所以太精進也不行 所以要量力而行 所以這幾個觀念都很重要 那有幾個譬喻 那我就直接白話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是乾絲木頭的譬喻 那這個就很清楚 首先在絲木頭上 我們沒辦法生活 所以就是說實際不對 實際不對之後 你做這事情 努力是沒有用的 再來就是說 雖然說已經讓木頭乾了 但你這時候去折斷木頭 想說這樣會有火生出來 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你的方式是錯的 然後也不會有結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觀察的 就不是說論述是這樣 就只是照單全收 所以這是要注意的 再來第二種就是 實際跟畜所的譬喻 那它是用母牛跟小牛來做譬喻 就是一個小牛還沒長成母牛的時候 或者它其實公牛 你去怎麼樣都擠不出牛乳來 所以當它還沒長大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擠不出牛乳 所以這是第一種實際不對 那第二種是你實力錯地方 就是你在一個母牛的這個牛角上翔 取出牛乳 這個做法是沒有用的 這個就非常非常明顯 其實大家就在講這個 就是問言我稍微點難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實際不對 下午都不對 不會有結果 但是因為我們大部分時候 是世經論在學 那世經論的時候 不太能夠靈活運用 所以比較少人進到這個結果 但是我覺得需要進到這個階段 就是你有這個法項力已經開始用了 那我們其實應該要去思考說 什麼時候可以使用它 什麼時候可以降屍者 去達到必要的成果 對 那再來就是這個放死的譬喻 這個是我們學習指觀非常常見 就是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做 因為要離開貪稱赤毛 所以就變成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這邊有個譬喻 就是 就像是有病人的方法不知了 之後他錯過可以被救的時間 他之後直接死了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會想說因為我要練這個 無貪無誠生無恥 或是說我要休止 讓心保持在這個沒有很多想法的狀況 真的我們錯過很多事情的時機 所以這個就是不正確的放死 但是其實馬上出現 而且我覺得這個課題 這個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 對 所以其實正確的指觀修學 其實應該是說 平常就是要看自己的狀況 適當去做調整跟對峙 只有當我們心 像個馬車已經上路之後 穩定的方向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放鬆僵神 不用做很多控制 他就自然的在這個道路上 行進前進 對 這個時候是放捨是適當的 你不用再做其他調整 所以這個時候是適合的 這時候會有成果 對 所以就是有這幾種狀況 就是我自己也有過 自己也有 其實像放捨我還是在練習 因為有時候不能夠放捨 對 然後就是要適當去做調整跟對峙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 大家可能都會面對到課題 所以就在這裡做個介紹 對 那這樣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 整個系統運作是怎麼樣 它有賴於這個 叫型兩輪的運轉 那這邊是解釋轉法輪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部分 那遇切實地論是這樣講 就是說 有五種項 那應該知道是叫善轉法輪 那善轉法輪的話 第一個就是 就是由於佛陀這位覺者 他已經證悟到 那個四聖地跟十二因緣這些法 那他有方便去證得這些事情 那他得到之後呢 他就是把這些法輪 就是傳給他下面的學生 讓他水轉 所以這邊叫得以樹他相緒 之後呢 因為他們也獲得自己叫成果 所以於自己所證生生性結 再來呢 這個生團整個擴大 就轉變於令他 於他所證生生性結 對 所以是這樣的過程 那這就 對應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阿比達摩的兩面相 一個是有叫點的部分 是叫輪的部分 那叫輪是要運轉起來 再來就是行輪 行輪部分也是要實際運轉起來 所以叫型兩個會不斷的這樣的交互 運作 讓這些法不斷的在 老師學生地這樣水轉 所以他這邊是秒數這樣的過程 這就像是我們現在這個軟體系統 我們現在手機這個app store打開來 就可以下載到軟體 點擊起來就會有對應的作用產生 那其實這些軟體也是一個 可以重複被驗證的思維 道理跟方法 就是可以被傳遞到其他身上 這樣水轉起來 所以是有這樣移植性跟普遍性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客觀地去 導出這些運作條件的話 我認為是會有很多人可以有相對應的成果 那如果就科學驗證的話 像是一些殘修的方法 或技巧像鎮電減壓 其實會有一些很明確可以得到的一些 就是身心上的現象 是可以減緩自己一些負面情緒 那科學上可以驗證 對 那就此官來講 他有更為深入的禪定 跟多因可以責罰的 可以思維的部分 可以去驗證 對 那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努力的 所以前面先提到行的部分 那行在哪裡 其實講這麼多法是要落地 這個就是工程面 工程面是有這樣的方法要去檢驗 你落地之後你要檢驗 對 那地是哪裡 其實可以稍微提一下 這個地是所謂的新地 對 是很明顯的這樣 所以從有部開始就是這樣講 就是有所謂的大地法 那這個心呢 如果一直在各種地都出現 那就是十大地法 就是因為是變切地 然後又有所謂大不善地 就是在那個一切善心中得到的那個法 那在於學論裡 是對應到這個五四生相應地跟一地 所以這個論是這樣 就是有所謂的念跟會 所以四年珠谷的部分 然後它是圓這個五四生相應地跟一地 整個轉起來 那在轉起來之後 如果是如以作意往正確的方向 依這個五四生相應地跟一地 它就可以升起種種的散法 就像個散具一樣可以增長跟廣大 所以論事裡面有對應的一些譬喻 就像是那個 那個農作物在大地生長起來 當我們輪正確運作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生長出很多散法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地有很多種 我們是先講第一種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五四生相應地跟異地 然後呢 我們可以從四念柱來看這三個部分 一個叫做自信念柱 自信念柱前面有提到就是念跟會 這是整個四念柱的字體 因為有念又覺知 所以你可以判斷說 你現在應該做什麼事情 接著四念柱在運作過程中 會有整個散法聚集 所以是有這些柱辦 清清楚的法相雜在一起 所以形成這個輪 所以這個是相雜念柱 那第三個呢是所緣念柱 就是我們現在提到這個五四生相應地跟一地部分 那主要是靠第二一四來去所緣 那這個過程呢不會自動的發生 需要透過如以作為去努力 對才可以把二輪狀況調成三輪的狀況 那異地的話它是有相應的這個作業 所以余潔士分有提到就是異地有分別所緣跟神力所緣 首先我們大部分人的狀況是我們處在這個不善分別的狀況 隨著人無心去分別 所以心是往這個不善法方法再輪轉 但這時候如果放捨就回不來 其實是回不來 所以要這個努力 所以是叫省慮 所以是一個比較專精的思考 是透過如理作義的方向去這樣思維 心才有可能轉過來 如果放捨的話 很多人都是不作義跟放捨 心就繼續隨著自己的分別再運轉 這是很難調過來 所以其實需要省慮所緣 就是由盧力作義所引的這個作義 讓輪是推動運轉的 才會有對應的結果 好 那 所以這個是 就是叫的部分 那對應到九勢 九勢品的部分 九勢品其實可以簡單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首先一切法 一切法是以心為主 所以一切法有五勢 但是都是以勢為主 就是心地為主 再來呢 隨著不善法有所謂的 尋思產生的三界跟 對應的雜染 所以有雜染部分 那再來也有清靜 還滅跟生出各種善法共的部分 所以從這個心地 往善跟不善的方向 就可以歸納整個九勢品 知道它的意區在這裡 那剩下就是更細微的解說跟論述 但是它意區就是這樣 所以這邊是先做剪板的說明 讓大家知道有這部分 但是如果是以顯揚盛造的角度 就是會更完整去理解這個 叫型二輪兩者的運轉 這個比較沒有人提過 就是因為我們有看過這個直拿內玄 就是歐陽敬吳先生的科判 它前面九勢品跟色敬一品 是分成這個法跟意的部分 但是如果從大聖經跟這些教典看 其實可以分成這個行倫跟教倫的部分 所以也有這樣子的意區窄面 所以是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理解跟思維 首先聖教是文字化 雖然說色一切意 但是它沒有作用 所以其實唯有瑜伽師可以去弘揚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這個菩薩的十種大怨 基本上多數是依這個法輪 圓這個法輪而升起的 所以先有這個系統 先知道有這個系統 然後它醒了過程講 之後呢 圓這個系統就容易升起菩提心 就是在這個觸及大聖的如來自因經有聽 就是圓這個佛法欲壞的時候 是有這個因緣特別容易升起菩提心 那佛法壞的時候就是這個系統直接壞掉 所以這其實就是菩薩學是一個意緣 所以是這樣子 圓的這個教輪跟行輪就可以有升起菩提心的因緣 這樣運轉 那最後呢 如果是以十地菩薩的這個願的話 它最後還是希望自己可以成就這個所謂的福天相 成就這個法輪 所以最後要成就的能力 那這兩個輪呢 在十輪經有被將去做講說 所以我分成 特別分成三個部分 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這個地方 那十輪經首先是講十輪品 就是第一章菩薩出來的時候是講十輪品 那十輪品主要講十種佛倫 那十種佛倫的第一個就是轉法輪 成就這個初轉法輪的部分 到最後呢 是把這些法輪水轉在聖地子這邊 所以成就一個教學的團體系統 就是它系統建立起來 然後又有人去實踐它 有這樣叫團體跟系統在那裡 那接下來要探討就是實際上行的這個部分 到底現在人做得怎麼樣 所以他就提到 其實現在莫法倫是 處在無一型的狀況 所以他就探討很多這些 修學團體的狀況 所以他其實從無一型開始 然後提到就是十二輪 然後提到說 這個時候你想修訂 但是因為你少一些條件 是無一型 所以沒辦法成就 所以他次提跟邁柔的講 那接下來再提就是有衣型是怎麼樣 然後跟你講說 可能應該怎麼去看待這個修學團體 然後如果呢 有一些惡因緣就是 如果曾經對一些教學團體 這些生且有一些 太正痴刑或是辱罵之類的 這些不善業 就會造成之後障礙 所以之後是暢悔品 我特別講這部分 一個是儲蓄生與異上的惡業 就是破壞這個惡倫 之後呢 有一個大聖經典在懺悔裡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對於教學系統破壞懺悔 對這個是大聖經典特有的 他就會提到很多人是破壞過大聖佛法教學系統 所以在懺悔的時候他會特別強調要懺悔這個部分 所以等到結束之後就會回到正確的善倫 這樣持續運轉下去 是先從十善業到人這樣運轉 那接著呢 就是成就這個波羅波羅蜜多相應的十輪 就除了六波羅蜜多之外 還有慈悲相應的輪 跟方便善巧 跟能夠引發這種三摩地的輪 所以到最後就是行輪部分 前面是教輪 接下來他要跟你講 這個在末法或者說 可以這樣想就是沒有佛的世界 或者說已經幾乎沒有法的世界 你要怎麼把整個系統運轉建立起來 然後有怎麼樣次第方法跟邁多這樣去建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子一個 無意行有意行這樣一個順序 去建立起這樣教法的輪 那之後呢 他希望是行者可以成就這個柱石頭髮 所以是成就這個 所謂的這個福田相 所以最後是福田相品 所以他有行的部分 但也有希望你正的部分 希望你最後是有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十輪鏡的部分 那最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就會講說你學這部鏡阿有什麼好處 那就提到 第一個是 很多好處 第一個是 可以成就念佛三昧 就是念佛三摩地 所以可以 確保你會有真上身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他不一定會修到最後 人這一身還是有限 但至少確定真上身的淨土部分是有望 那再來是 如果正確地這樣學習 可以成就這個 他這邊是大聖三摩 就是一切定命 花曼陀文一門 那這個就文藝上比較難理解 不過我參考的另外一本 就是大方王師論進 他這邊是降反 他說這個是一切定的方便跟意念總詞 所以這樣理解就可以 那第三個是跟智德大師 就是修學系統很有關係的 就是手刃且摩的相應的托羅尼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經典這樣的實踐 也可以建立這樣的基礎 最後是相應於這樣的成果 就是大聖經這樣的成果 那是從解說道開始 從解說道開始 一步一步穩定這樣運轉下去 得到這些成果 那不是打高空的 是事項上面 你可能要做什麼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是有依據 有刺力 對有脈絡 那 之後就是隨著地藏的義區 其實隨著大家 隨其所應安置聖天跟聖凡之道 這是地藏菩薩的義區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就這些三法 是這樣 那 這邊的內容 如果是 轉起這個 弘揚符法法輪部分 我認為是可以 對應到這個 血洋聖教論 這個射進義區的部分 那射進義區的話 其實可以分成四項 一個是先跟你講 血洋聖教論的 好在哪 就是最盛項 就是可以對治各種佛法的困難 其實這個是教論的作用 它可以對治很多 這個外道邪見 整個教法上 一些問題 然後就是可以 真正的對治煩惱 這是教論要做 所以他接下來跟你講說 聖教是什麼 那 所以是有字體像 再來跟你講說 聖教的作用是什麼 其實是清淨像 讓我們內心相訓中 得到了清淨 對 那 最後就是 跟你講一下 怎麼變教 變教像 這個是教學團體會遇到 我們會 遇到現在 問你一些問題 那你至少能夠正確解說詞句 或者說 有些人他 有些相似的概念 那你要能夠分辨出來 所以 變教像裡 提了16種議論 就是 別的修學團體的見解 就是16種議論 這是要分辨出來 這是要分辨出來 這個如果是在做教學的時候 需要知道 對 所以有 種種的部分 然後 要知道 辯論的法則 跟規則 對 所以這個是變教像的部分 不過 就以 今天這個時代來講的話 其實 不一定適用英明 其實它有好處 可以 像我們剛剛提到 中英語 可以了解這個 組這樣成立 但是很多時候會遇到的狀況 第一個是人家 不知道怎麼跟你變 他根本就不懂得 要怎麼跟你變 這個是一定會遇到 所以我們 前面就講 就有些人他是 把自己議論講成事實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跟你辯論 但他會說自己是對的 那你要怎麼跟他變 所以會有這個狀況 那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不想跟你變 他就是避著你 也有這種狀況 所以 英明的話 我覺得有作用 那你可以學 但是 我們還是以內明為主 現在是以內明為主 實際上是這樣 不過我們會稍微探討 這個部分就是 對 所以 這樣的話就可以看到整個顯揚論 刺激跟脈絡 首先是圓這個 一切法就是心力、生氣、眨眼跟清淨 然後可以在細分為九世 那實踐的話就是需要繼續的成就 所謂的善巧 就是對於無曲運善巧 這些根善巧 然後借善巧、願情善巧這些 可以實際進入觀治 所以大家介紹觀治 前面要注意的四個形象 就是無常苦、空跟無我或無性 這是一種形象 然後呢 就可以入到現觀 這個是治政的部分 就是行倫的部分 再來呢 是 成就的瑜伽 但是成就瑜伽的話 他成就的是 波爾波羅蜜多的瑜伽 所以他其實是 在之後又跟菩薩道來會歸 就是有了行政之後 其實會往波羅蜜多的方向去運轉 去做射禁意的動作 等到這個 多是以實力心來講 就是 十大願法出來之後 他會有射正法 守護正法的願望出現 他會去把這個佛法去 就總射起來 就是要知道佛法的 然後可以把這個系統整個轉起來 這個是菩薩來做的事情 所以會有這兩個階段 一個是自行的部分 但之後會轉到教輪這個地方 然後是隨著波羅蜜 跟自己的提真這樣在一起 所以這樣差不多就可以講完 喜洋生交人的一句 對 然後剩下就是把一些道理跟方法在做抉擇 一樣是一句九四嘛 就一些法在做抉擇 這樣就是一個喜洋生交人的次第 對那 其實差不多這樣就結束了 對那我今天其實大概準備就到這裡 那可能之後可以再講另一個譬語 因為我們今天講輪子嘛 之後可能是車子 車子可能有馬車 但是大聖經比較喜歡講洋車路車 或者是牛車 山車就講山車 有這種狀況 不過我們比較偏重跟直觀方面的部分 所以是可以往這方面去講 讓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這些法相相對你的內容跟概念 跟實踐上的一些事情 去瞭解一些 怎麼樣用什麼用在生活上 那 希望大家是可以有收穫 那 其實 真的來講的話 那 不是 這堂課上完 大家就會有首楞邪 或首楞眼三妹 首楞眼三妹是實地菩薩 對 所以 還是有順序 對 雖然我們會傳講 這個是肯定 但是會有一個次第這樣 去把講說去實踐 那不一定會落在 正有那麼高的國位 大部分都不會有 對 但是呢 我們還是 有建立起 這樣一個有 根據依據 可以實用在現在生活的道理跟方法 然後是可以隨其所因 讓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收穫 是這樣 所以特別提到實輪鏡 一個是專馬輪鏡 一個是實輪鏡 這是從解脫道到大盛島 大概都涵蓋過去 所以在第一部分就可以完成 這樣一個解說 讓大家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穩定的基礎 對是這樣 所以基礎還是比較重要 好 好 那 我先 在這裡 剛剛講題告一個段落 對 那 現在時間 接近8點40 那 之後可能就是在看廖老師 對 廖老師 是不是 會來上前 OK 對 好 好 那 今天的話 廖老師是 還 暫時還沒有計畫上台 所以 我們的話就先 我就來做個總結 對 那 首先呢 今天我們先介紹這堂課講的 理趣跟文具部分 那 我們要提 就是強調這個概念 不是 我們特別發明出來 就是在藏經裡就有這個概念 一個是中經論 跟四經論 那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些 解釋的時候 常見的狀況 跟我們的方向 那我們依據什麼 又拿來東西最可靠的 就這樣一個說明 那 有一些東西學術界 還沒有 那麼 一致的見解 那我就提出自己的根據 跟一些看法 那 另外就是 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玩一個 有 理性的方式去實踐這些部分 那 可能會 遇到一些 有些人強調宗教經驗 那 所以可能第三堂課會 做一些case study 講一些看過部分 那 其實可能還是要講 因為 宗教可能會有理證部分 但其實有些事情部分 有些狀況 所以 可能會整理一些 團體 或是後續的發展跟影響 那這些東西不太方便 在 這個 基金會簡介講 所以可能就 這會直接講 但是 不會 直接 就是如果負面的話 通常都不會直接講 對 可能是這樣子 那 可能講正面團體怎麼做 它的風氣怎麼樣 為什麼它這樣做 所以 這個是 就是 希望大家 第一個是 知道理性部分也知道 實際上 有些人去修起來 可能是怎麼樣 是這樣 那 最後就是知道說 論點可能會怎麼用 就是這樣子一個 源於 試念柱跟七爵之的 方式去讓自己 產生 這個 善法 然後可以離開 不善法 然後發表它正確作用 得到 所謂的 轉一 那轉一 我要講 就是它其實 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概念 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捨去而已 它其實 在轉捨的過程中 有所謂的轉德 對 是有這兩個面向 所以相應於 大聖佛教精神 就是比較積極的一個 精神這樣子 對 那 到最後呢 我們就是做個總結 因為前面是以 轉法輪經開始 結合了試念柱跟七爵之 在最後呢 我們還是 講了一下 就是 十倫經的一個 次第脈絡跟思維 讓大家知道可以 如果是大聖佛教精神 其實可以有這樣的次第 有根據次第脈絡這樣子 去學習 對 那 周圍可以成就 手楞切 摩三摩地 或手楞研三媒教 是有一句 大家也是 很重要 就是 十倫經是 以解脫道為基礎 進而發展波羅蜜多的思綸 所以 會跟 以前 魏晉南百朝那個時期 就智德大師時代 稍微不一樣 就是它更強調 基本佛法的這個修學 對 然後不會 有太多不平等的這個論述出現 就是說你是小聖獎 而是以實踐的概念 去 合理地去 知道說 它就是 我們在使用 等於道理、方法跟觀念 所以它 沒有這種 大小的差別 是這樣 它就是 實際上 你身心運作起來 都會出現了一個 法跟現象 跟道理跟方法這樣 那 之後呢可能就會 可能第二堂課會去講 四輪鏡跟射鏡一瓶 對 然後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就是 可以在 第一部分 我們就去講到 首輪延三媚鏡 主要是去理解 就是 菩薩道的過程 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首輪延三媚鏡 提的這個結果 那 在這個 射覺者分 就是 於解釋利問的射覺分 射覺者分裡 有提到 首輪延三媚鏡 然後 引用 就是 我們要講 首輪延三媚鏡 所以 也是有義區 那可以脫降義區 去了解菩薩指觀的過程 那 跟 單純的思念珠 跟其實運作起來 有多了哪些部分 對 所以這地方 是 可以特別了解 對 好 那 以上就是 我們今天 整個講題的過程 對 那 我是準備 一個小時 對 稍微 操縱一點 那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 今天的分享 可能就會 在這裡做個結束 那 不知道 一道學長 可以 導圖一下回降機 好 那 我就來念這一次的回降機 文書施力勇猛志 普賢會行亦復然 我今回向諸上根 水筆一切長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探 如是罪聖諸大願 我今回向諸上根 為得普賢書聖行 大眾請放長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